用一支笔来穿针引线 你有没有这样试过 这个方法十分简单好用 在这个视频里 我将给你展示两种穿针的方法 尤其是第二种 非常的好用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请留言给我 第一种方法 我先找了一支笔 接着还需要借助家里的一样东西 那就是扫把 我把扫把剪了几根 接下来我把笔帽打开 并且把笔芯拿出来 把扫把进行对折的操作 这样就有了一个折痕 接着把扫把毛穿过笔帽 伸出来的部分不要太长 有一厘米左右就够了 现在重要的事情来了 那就是将笔帽安装回原来的位置 现在我来测试一下它的效果 这样很容易就将线穿过去了 即使是上了年纪的人 也很容易做到 第二个方法 其实很多人都在犯一个错误 那就是每次用门针 都要将线拿出来 这样在第二次用的时候 就会变成一个穿针难题 所以应该保留一个线头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种方法 将新的线平行的放在上面 用旧的线缠绕新的线 记得多缠绕几圈 最后将旧的线头这样抽出去 新的线就被引出来了 对于眼神不太好的老年人 也可以轻松的操作 每一个视频都是一个解决方案 记得点赞分享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我是妙招先生